我们来讲网汽网路 那这个我们这个课程的主要目标 主要是希望说 同学在回答下类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电传通讯网路 关键联网的科技的主要元件 那网路有不同类型 有哪几个不同 那网际网路跟科技怎么运作 它是支援我们的通讯跟电子化的企业 那无线网路通讯跟网际网路存取的 主要科技标准为何 这里讲到一个案例 就是你们课本提到的 环化自行车赛 以前在科技的应用上面 它技术还是很落后 它没办法在赛事进行当中 产生及时的统计的讯息 那现在因为有无线科技的技术 那环化自行车赛的数据会在两秒内 转播给电子观众 就是说这些人在这边在比赛 那它转播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办法在上面存一个数据 到底谁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那这个通讯一定要靠无线科技 也就是说每一个假踏车的使用者上面 都有一个它识别的代号 然后它的钱到底在哪一个位置 然后是不是在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我们可以把它目前已经跑了几公里 什么数据都可以显示在这上面 显示上面 所以参赛组织的转播练团队 可以利用TOWER DEFEND 就是在华国的环化自行车赛中 它这个是利用行动APP 来车比赛的这个进度跟车手表现 那这个行动APP各位要注意 也就是说事实上同学要有观念 就是说我们手机的APP是连到后端的网站的资料库 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网站的资料库是靠每一个自行车 它有一个感应器把它的资料上传过来 比如说它上传它的一些 比如说它如果有一个感应器可以感应它已经走了几公里了 现在GPS在什么位置 那我们APP可以马上感受到说 比如说这个是黄化赛的这个地址 然后每一个假如它在上面跑 那它的GPS在我们的地图上面马上就可以显示它已经在什么位置上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已经跑第几圈了 比如说这个已经跑第五圈 这跑第四圈 或是说这是第四圈第五圈它快追过来 所以你就可以有办法知道说 如果它跑一大圈跑好几圈 也可以知道它跑到第几圈 所以它可以取得比赛的进度跟车手的表现 好 这个挑战就是说 为什么要有这种科技 因为赛事的环境非常辽阔 充满挑战的地形 新科技带来一些机会 管理上他们选择赛事的科技 组织让他们修订这个追踪的流程 你们其中考的老师会考一个 企业流程是属于管理组织还是科技 组织哦 要特别注意 所以只要是讲到流程的部分 这是组织的资料 你的外部资料 所以它这个科技它有用追踪的感应器 有用行动的APP 有用云端的运算服务 有用资料分析 有用社群媒体 那追踪的资认系统就是要做无限赛事的 这个追踪给管理等等这些 那我们要监督歧视的行为跟位置 预测竞赛的结果 产生持续的歧视的资料 产生及时竞争的统计的资料 那最后目的就是提高粉丝的参与力 强化你的粉丝群 好 我们看一下电脑网路 只要有两台电脑连结在一起 就叫电脑网路 那电脑网路可以很小可以很大 比如说老师家里的这个电脑 可能有好几台 那最后有一个无限的基地台 连到这个无限的基地台去 那这个无限呢 有可能有些无限来连 然后最后连到这个 中华电信的网路 那中华电信网路它是所谓的 叫ISP 叫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帮你连上你的Internet去 那这个无限存取的资料的设备 一般目前为止都是所谓的交换器 那交换器上面 现在都跟无限的AP连结在一起 也就是说你是手机可以连到无限了 你的电脑它也可以接到这个有限的孔 那交换器跟检验器的差别在于 这个外形看起来都一样 只是说同样一二三台电脑 我一个风包传进来 要传出去 通过中华电信的这个主机我要传出去 那极限器的话的效率会比较差 因为它有所谓的碰撞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两个同时来传 有碰撞 变成要重新再传一次 所以速度会比较慢 所以现在的设备大部分都所谓的交换器 那这个交换器呢 事实上是简单的一个路由器 就是说我一个风包送进来 它会帮我决定我要送到什么位置去 就是要路由器 那交换器是简单的路由器 那事实上是在我们在网路设备的过程当中 当你一个风包送到外面的电脑世界 中间会经过很多路由器 那路由器会帮你决定你要走哪一个方向 这个是 所以路由器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产品 就是说当你的风包一走到路由器 它马上决定要走哪一条路线 那各位现在网路速度越来越快 网路越来越快 那你要走到哪一地方 你就变成说 要很快的决定要走哪一条 所以这是一个很高科技的设备 那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网路设备公司 有线网路设备公司 我们一般就是讲的思科 我们中文叫思科 那英文叫做Cisco 那软体定义网路就是说 现在硬体的网路有时候很复杂 我们希望用软体来定义你的网路 事实上会让你的网路比较有弹性 这是一个理想 到目前还没有时候很好的实现 好 各位看到 这个所谓取求所谓的交换器 交换器 那我们个人电脑可能会接到好几个交换器去 那交换器可能会接到我们的伺服器去 然后我们要接到Internet的过程当中 会经过好几个路由器 然后这个路由器也可以是说 中法电信的那个盒子有没有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它是一个路由器 然后这里有网路的作为系统要伺服器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Internet 从1995年开始 在之前的话已经有Internet的 那时候我们的Units跟Windows 它的网记网路的标准没有一致 当时并没有把TCP IP 列为Internet的标准 但是当时已经有主同事的架构 封包交换 封包交换就是说 我们一个很大的档案 我们要送出去 我们会把它切成一个封包一个封包 然后每一个封包上面 我会把它加一个标头 指定说我要送到哪里去 那时候已经有封包交换的 但是并没有把TCP IP 列为网记网路标准 就在1995年 Microsoft的Windows 这个Win95 开始把TCP IP列为Internet标准 所以从1995年开始 Units、Windows一统天下 都是以TCP IP 当作网记网路的标准 那什么叫TCP IP呢 我们课本好像没有办法解释很清楚 对不对 但是我等一下会稍微提一下 那网路的 事实上网路是一个 一个基础建设 老师我们有讲 第一章有讲策略性的 网记网路有一些策略性的目标 我们资讯系统MIS 有一些策略性的资讯的目标 那一定要所谓的 互补性的建设 那其中网记网路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基础建设 那这些基础建设就是说 你在一个公司内部或是在一个家里里面 你可能很多有线的电脑 那你可能有Notebook无线的 或是有手机 你连上这个无线的APP 然后透过这个黑盒子 经过订中网电信 连到网记网路系统去 那事实上我们在网记网路系统上面 有所另外一个系统 叫做电话系统 也可以连接到我们internet来 所以今日的企业网路基础建设 是由不同网路组成 包括公共交换电话网路 就是你的电话系统 然后你有各个楼层的工作团队 所以我们一般网路 比如说我在我家里的一个网路 也是可以算是要区域网路 在一个学校里面 明星也是一个区域网路 然后在交代里面也是一个网路 然后最后他们都连上我们的网记网路上面去之类的 像我们学术界会经过台湾学术网路 再连到网记网路去 那这个分风交换的概念就是说 当我有一台电脑 这是假电脑 要传一张照片给一电脑 那各位知道说现代的一台一个照片 往往有5MAY这么大的一个资料 那我们通常这么大的资料 我们会让它传送要比较有效率 我们会把这5MAY切成一个风包一个风包 那一个风包大约是1K或2K而已 1KB或是2KB类似这样 那我们会把每一个风包上面 加个风包编号 风包目的地 讯息的编号等等 变成说这个档案它会变成好几个风包 送出去 那送出去的时候 你到这个叫所谓路由器 它会帮你决定说 我现在要走哪一条线 要送到甲、要送到乙 要走哪一条线最快 比如说风包1就走这条路线 风包2就走这条路线 风包3就走这条路线 各位 你们都有讲这个9电话 我们的9电话也是这样 我们讲话 的声音 也是被切成一个风包一个风包 送到甲跟乙讲电话 他们会送过来 所以一般来讲公共电话的品质 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公共交换电话 讲电话 一般效果都会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 对 当然我们用耐来讲电话 有时候这个风包是走这条 有时候是走这条 有时候走这条 那他都会觉得说我这条最快 我就走这条 这条最快 有时候会判断错误 反而是风包2先到 风包1晚到 风包1晚到的时候这边就被丢掉 你就会听到声音 有时候会丢掉就不见 所以这个叫所谓的QOS 叫Quality of Service 就是说在讲电话 电话的品质好不好 有时候决定你电话 你的电脑网路到底顺不顺的问题 那事实上所谓TCP IP的参考模型就是说 因为网路上 网路太复杂了 从网路的硬体到网路卡到IP层 这个是一般讲的TCP层叫IP层 这是网路卡层 然后这个实体层 那每一层的任务太多了 比如说我这个是一个 一台电脑 我的浏览器在这里 这是一台伺服器 我们同学你们知道说 我们现在要上 要要求一个网站 通常在浏览器 就应用程式里面 要求一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呢 它更要跟它沟通 它透过它的传输层就TCP层 然后TCP层要传输要透过IP层 IP层要透过网路界面层 然后最后透过实体层 实体层就是实体在跑资料的光纤 实体层或是可能就是无线的网路 或是什么网路 最后连到对方的网路界面层 然后对方的网际网路层 传输层跟应用层 它才收到对方的资料 所以网际网路自然很复杂 当然这个网际网路TCIP的模型 老师就可以讲很久 我就可以解释给你听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在讲电话 9层是应用层 它透过所谓TCP层 然后透过IP层 透过网路界面层 然后透过所谓实体层 再跟对方的电脑来做联系 做联系 那我们最早期要连上这个网路 我们是用数据器的方式 连上我们的电话线 那我们的电脑是数位的资料 透过数据器产生类比资料 透过我们的电话线 连到对方的网路 对方的网路 再用数据器把它转成数位 所以早期的电脑的网路 非常的慢 那老师有曾经讲过一个笑话 就是说 以前在 民国78年79年 老师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的9.6K 数据的数据器 一台要12000块钱 9.6K的数据器 那时候它等一秒 只能传9600个bit 那有的同学说 哇 老师这个等于是 9.6K的速度要卖12000 那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说 你现在的switch交换器 switch 现在最少都1GB的 对不对 那现在最多是几百块而已 一两千块就买的大 所以你看这个差别很大 已经不用数据至于这个数据了 这个资料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网路 很少透过电话 纯粹的电话线来弄 那如果透过电话线 就是用的不同技术 叫ADSL的技术 那ADSL就是说你家里的电话线 要连过你家里的总法电信的数据机 这里不能超过2公里的样子 你的最长距离2公里 就说你的才办法接这个ADSL 好 我刚刚有讲过 就是说你家里一个网路 就是所谓的区域网路 你家里的网路也是一个区域网路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家里的是一个区域网路 那也是一个校园 也是一个网路 然后你的都会网路 广域网路都是 都是看范围很大很小 那我们现在区域网路 大部分定义是500公尺以内的 大部分就是属于一个区域网路 那当然这里 它多了一个网路叫校园网路 课本 以前课本是说区域网路 校园网路也是一个区域网路 那校园网路可能又比较特殊 它可以到达一英里以上的距离左右 一般如果你校园网路 你通常要搭光纤 要超过 要到一英里以上 那都会网路是一个都市 广域网路是要可以跨球的 跨全球的网路 那老师问一下 全世界最大网路叫什么网路 叫网际网路 各位要注意 就是全世界最大网路 就是全世界最大网路 就是叫网际网路 那各位发现说 中国的用名词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们把名字叫做互联网 那我们是把它叫网际网路 那你说老师哪一个名词对 我认为应该是台湾对 因为台湾的时间比他们早太多了 懂吗 事实上比他们早太多了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个 上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 我们可以选到这个不一样的 就说它全世界最大网路就是叫网际网路 就对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全世界最大网路 那中国把它叫做互联网 中国的一个名称叫互联网 一般来讲它就把它叫做互联网 两地用的名词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习惯名称都把它叫做这个网际网路 好 那区域网路的标准 你们现在家里大部分所有的电脑 现在网路卡大部分就是所谓的以太网路 叫Ethernet 它已经一统天下了 你可以有装置管理员来知道说 你现在的网路是所谓的网际网路 那同学只要在这个 档案总管里面呢 你在本机里面按右键选内容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你现在的 哇,你的装置的名称叫什么名称 你的处理器什么处理器 你装了多少记忆题 你的作业类型是什么 啊,次控点有几个处控点 像我是Windows 11的版本 安装在2月22号 对不对 制造商是Asia的产品 那其中一个叫装置管理员 装置管理员里面呢 你就可以知道说我的网记 网路网路卡是这个 对不对 无线网路卡是这个 那这个事实上它是属于Ethernet的一个网路卡 如果你有线的它就会写Ethernet网路卡 Ethernet的名字就会出来 那这个无线的主要你去看它的详细资料 它是英带的东西 它的驱动程式 我的无线网路驱动程式 那我们一般 这802.11ac 有没有 AC 802.11ac 它是做两种平谱 2.4跟5GHz都有 用了什么资源 电管理 对不对 允许电脑关闭这个装置 以节省电源 允许这个装置呢 换行这个电脑 这个是这样 装置管理员 那如果你是家里的电脑是有限的 你就会看到一个 你这个是叫 这个就是所谓的Ethernet 就会出现这个名字 以太网路卡 好 我们看一下表7.2课本 课本它这里讲到说 老师刚刚讲到这个资料库有所谓的 我们网路为了要让它 设计上简化 我设计应用层 我只要专注在应用层 不要考虑到传输层 传输层的设计 一般传输层跟 网计划文物层是 Windows跟Unis 作业系统在管的 网路界面卡是 由你的买的网路卡来做决定 应用层是 由应用程式的设计商来做决定 然后这个实体层呢 实体层里面可能来传输资料的 有限的部分 有可能是双脚线 同轴电脑的光线跟 无线的传输媒介 无线的就是说像老师 Notebook现在上网 也是用 所谓的WiFi来连线的 那你们手机可以用风潮式的网路来做连线 那光线就是校园的网路 它比较稳定 而且可以传得比较远 要比较快 光线 那一般的区域网路 用的都是双脚线 双脚线就是 等一下会秀给同学看 那家里的有限电视 大部分用的是所谓的同轴电缆 同轴电缆 同轴电缆就是给同学看到 你们只要搜寻看看你就知道 就说你们打这个 就是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有限电视在传 那你当然你也可以在 有限电视 你也可以在 你们看这个同轴电缆 就是黑的一条线 对不对 一条线 极细的 你看这里有一个接头 对不对 RG6的接头有护接头的线 这是同轴电缆 一条黑黑的线 那同轴电缆一般是 传有限电视 资料在用的 那当然你们也可以 我们可以让它类比 转成数位来传资料 所以你们看同轴电缆主要 传资料是铜 里面这条铜线 然后有一个绝眼的保护体 然后外面有一些 铜湿来防止干扰的 然后这外面有一条 再一个铺的包皮 这个来保护这个塑胶皮 来保护你的这条线 这就是所谓同轴电缆 那我们一般有线电视 或电视的电线 都是用同轴电缆 来传送这个 类比的资料 一般的用这个来传送类比资料 所以你们在家里用有电视 都有一个接收盒 接收盒就是要把类比的资料 转成有限数位的 传送到电脑 电脑的数位 经过这个接收盒 转成类比再送出去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样 不知道里面懂老师的意思 这个是讲 那这个课本它讲到这个 双脚线 这是错的 你们把课本改过来好不好 它说双脚线最快的距离是 10M到100M 这是错的 为什么呢 双脚线它有分好几个类别 最新的类别 不只到5而已 你如果到5的话 大概只有100M而已 现在的 5的话可以到51 然后甚至到6 6可以跑1000Mbps 1G 传输的频率是250Mbps 传输的速度是可以到1G 所以这个双脚线还有一种叫6类 就6A 可以跑到10G 所以这个已经 以前如果要跑到10G 一定要光纤 现在的双脚线已经发展到第6类了 也就是说它的铜线 铜线是无氧铜 传输的速度可以很快 所以它你买的这个双脚线可以到6A 所以你们去买双脚线的时候 不要只看价格 你要看到类别 甚至可以到6A 可以把它传到10Mbps 10G 那外径是6mm 然后甚至到7 多芯蕊的 这个7是不止一个芯 它好几个芯 甚至也可以跑到40G的 就是第8类 那双脚线有分 遮蔽的双脚线 叫HTB HTB它长的样子 大概长这个样子 它外面有一些 有包覆住 有包覆住我们的铜线 它有四对 四组两条 总共八条线 组合在一起 这是对不同颜色的传输线 互相传绕 它们传绕在一起 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电磁感应 把它绕在一起 可以把这个电磁感应的干扰 互相折体掉 那 那最简单的是这种 没有遮蔽的 一般都是属于这一种 它的线在长的这个样子 双脚线 这是区域网络在用的 以太网络 那我们无遮蔽的一般叫UDP 双脚线的种类 双脚线的种类 有这几种 那这个频宽呢 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频宽 这个频率 频率越高能传的速度越快 所以你们去看一下它这个频率 就是说 这个最高到250MHz 那一个Hz 我们在做调变跟解调变的时候 最快可能可以传到八个位元 所以这里就跟你讲说 每秒能传多少个bit 那Hz是每秒周期数 那也就是说250MHz 就是它的频宽 那你们要会这样算 就是说250MHz的频宽 那每一个Hz 最快可以传八个位元 那你把它乘起来 就相当于 可以到达快到4Gbps 速度就可以到达4Gbps 类似这样 那网际网路 各位都知道 我们要传网路 一定要有IP位置 一定要有IP位置 才能传 所以TCP IP这个标准呢 TCP是第四层 IP第三层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那TCP 就是传输层就是 我简单的讲解释一下 我们刚刚有讲到传送资料的架构 对不对 我们第三 第三层是IP层 比如说我这个资料要送到这个资料去 我只认定IP 所以这个路由器它会 我也知道说 它知道它目的IP是这个 然后它会决定说 我要走这一条走这一条 或是要走这一条 三条路径 这是第三层 那第四层是说 利用IP层 就是说我们送到以后 万一资料有不见 第四层有责任要求对方重送 这是叫传输层我们的任务 是在这里 传输层的任务主要在这里 所以呢 那我们在internet上面有网际网路的定值的位置 是在这里 你们可以跟老师一起做 就是说 你们现在用的电脑 你们只要打IPconfig -all 你就会告诉你说 我现在使用IP 是谁用IP 比方我无线网路IP 然后这无线网路IP 有一个实体的位置 都不会重复的 这里 然后另外有一个 这有些是虚拟的 那我这一片WiFi的 的网路卡 它的实体位置是这个 然后我现在 的IP是192.168.100.109 那我的路由器 是192.168.1 这是接到我的路由器去 对不对 所以呢 刚刚 各位来看一下 你们在家里管你的网路就很简单 就是说 你要连到你的网路 的路由器去 你的路由器去 那刚刚是 192.168.100.1 连过去 就是连到你的网路设备去 对不对 连到你的网路设备去 密码错误 好你要做 我现在的设备是这个设备 我要去对他做管理 然后他会问我管理你的账号密码 其实我忘掉了 如果忘掉了 你就只能把你的设备按一个键 让它重置 就可以进去做管理 做管理 那你现在用的电脑是哪一个IP呢 事实上你就可以打这个 买IP 你可以直接打买IP 一个网站 然后你就可以打一个我的IP的位置 真正实际的IP是这个 那你这个192.168.100.多少 这是你自己的虚拟IP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内部在使用的 那我们对外IP只有一个 你可以用这个 所以你们不要坐肩换科 因为你的IP是唯一的 只要一查马上知道你是谁 在哪里用网路 马上就被知道了 这是IP层的部分 好有没有问题 好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网界网路它有一个 独一不二的网路协定位置 那你要注意哦 我刚刚讲的 这个IP位置有叫IP4 那IP4呢 它有什么特色呢 它这个IP 就是它有两个IPv6 还有IPv4 IPv6通常它帮你自动产生 IPv4我们做设定用的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 是IPv4 就第四版的 第四版的位置 只有32位元而已 所以全世界的IP的位置 最多是到2的32次方 现在已经全部用完了 所以后来才有IPv6的产生 好那再来我们要讲的是 网界网路的名称 好我们下个礼文 我们下一次再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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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